好,我们接下来测试Picoball的连线 首先我们 执行我们连线程式 我会看到一个Campo 请你选择什么 Picoball 它一样会有这一个 视窗出来 请不要关掉 开启我们的 已线程式 我先一样把视讯打开来,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Picoball连线程式 开启我们的扩充积目 Picoball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读滑杆的数值或其他的数值 目前滑杆在中间 目前是54 我把它移到边边 96 最旁边 0 0 这样子是正常 那你也可以去读其他的值 比方说 光线的值 目前31 遮掉 3 这是值就出来了 Picoball的使用就 达成目标 4 3 6 顺